这家伙又是谁 此人名为杨炎 是烈阳宗的三长老 修为也达到了超凡进八重的地步 陆长老这次 可要小心了呀 那是六河门的大长老 人称剑圣的陆剑 已经到达五王金二重 这一上来 叫火药味那么重 明明是年轻人的舞台 几个老家伙非要在这 呛来呛去 有意思吗 再磨蹭下去 天都要黑了 孙长老说得对 我们几个老家伙 说来说去也不算数 还是早点开始正事吧 官儿 你先来 是 弟子遵命 在下六河门阳关 哪位兄台愿意赐驾 韩长老 你怎么看 看着身手 这名为阳关的弟子 修为已经到达 超凡进一重的地步 看来这次六河门 是志在彼得了 哼 今年官儿可是胜券在握 我来 开元宗秦枫 请多指教 叶云 你说秦枫他能获胜吗 秦枫 虽然有一身不凡的武技 但是和阳关比起来 实力差距还是过大 有这两下子吗 哦小子 请个小瞧我 取灵拳 就凭你 你都不配我用剑招 去 好强 真弱 简直不堪一击 开元宗就只有这样而已吗 真无聊 什么 怎么会这么强 总是七重镜的秦师兄就被他随手秒了 一群废物 觉得自己实力够的就上来吧 让我亲手教你们什么叫真正的武学 什么 这六河门魏梅也太狂妄了 居然敢挑衅我们 真当我们怕了你不成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让他们见识见识 我们的真正实力吧 列阳中薛平山 请执教 来了个更弱的 好强 只有一击 完全不是对手 他刚刚是怎么出招的 根本没看清 这个小家伙实力可不弱呀 看着有几分陆前辈的讽刺 估计再给些时日 怕不是要清出于蓝而胜于蓝呢 官儿的剑道天赋让我相当满意 他是我的关门弟子 近期才让他出关历练 我倒是希望他能超越我 继承我的一波 江湖传言陆剑胜从不轻易收弟子 这阳关居然是他的清传弟子 难怪实力如此强赫 看来此番是场硬撞了 还有谁 这都是些花拳绣腿的人吗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吗 真是让人失望 这也太强了吧 这都已经打败六个了 要不你去试试 我可不敢 张勒 对不起 让你失望了 不必多言 你尽力了 走了呀 看来第一的位置已经显而易见了 这第二嘛 我们可有的争了 孙长老 我觉得老杨说的没错 看样子今年 还是麻烦你们开元宗垫底咯 可恶 这些家伙实在太嚣张了 就没有什么办法能制止他们吗 我看未必 不到最后一刻 我们开元宗 怎么能轻言放弃呢 很重了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 叶云 我看你实力就不错 你就上去 为开元宗出手吧 好 开启双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